DONALD TRUMP WILL DESTROY A DEMOCRACY, I WILL DEFEND IT 辯論後首場造勢活動 有讀搞機的美國總統拜登 活力十足,炮火四射 一場辯論加深外界對拜登能否選贏川普 甚至再做四年的疑慮 拜登試圖平息民主黨人的不安 表示他會選到底 至少到目前為止是这样 同文曾給拜登滿滿的支持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在X平台上發文相挺 表示辯論不順利的情況會發生 但這次選舉仍然是在選擇 一個一生為普通人奮鬥的人 還是一個只關心自己的人 選擇一個說真話知道是非對錯的人 還是為自己利益撒謊的人 昨晚的辯論並沒有改變這點 拜登還沒正式獲得黨提名 理論上換人還是有可能 但照程序拜登必須自己退出 他到目前在初選中獲得3894張黨代表票才能釋出轉投其他人 但更大的問題是誰能頂替拜登成為總統候選人 很自然的第一個想到的是副總統賀錦麗 但民眾對賀錦麗好感度不高 其他有全國知名度的民主黨政治人物 好感度也都沒超過三成 就算民主黨會出現1968年以後再一次的開放黨代表大會 情況不會比拜登繼續選要好 TVBS新聞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